为什么人会喜欢要防尔赛 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但我猜啊 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 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 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东西 会对一个人形成一个奖赏机制 我才这么做 就是说 人家就是比方说 人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 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 因为那个人的美貌对你是奖赏 或者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的人 因为他的帮助对你是奖赏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 防尔赛的人他就知道我会收获很多 验线的目光 会收获大家虽然嫉妒很 但是别人会就那一下 这就是我老想为什么有的人他去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 他买了那种跑车什么到街上开 或者把那个车刷成很炫的样子 就很炫的那种那个颜色的开 我老想他坐在车里又看不见 但是他脑子里闪过的 都是一路上大家张大了嘴的那种验线 那种回头率 会不会觉得他觉得一反而赛 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 那就是说人需要这个 我觉得需要 我觉得防尔赛更多的是 从评判者的角度来决定 他是不是防尔赛 我是做美食的 对 我可以说这个包子他怎么做的好 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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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说他反而赛 肯定不会说我反而赛 如果我说 这个红酒 我在里面喝出了什么什么的味道 包子的味道 我甚至觉得有地中海的海风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 这个人不是做老百姓 吃的那些东西的吗 他怎么说这个 但还缺一个因素 你没撒娇 对 你还得怨 对 还以为我品不出来 其实我只差一种味道 没有品出来 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反而散 所以讲的人 不管他有意无意 他其实是英文说法 对不对 比较有修养的 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 和先意后扬的 等等等等 但重要的是 凡尔赛这个词的 说的人是吃瓜群众 是围观的人 重要的讨论的 不是这个说的人的 说话技巧 而是民众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个才是 最大的关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会很反感 就比你直接晒 比你明星 我晒衣服 晒什么 还要反感 那是个低级的 它就不会叫凡尔赛了 对 那就叫炫耀 但经常网上翻车的 有些事件就是这样 他可能晒了一个照片 或者说了个什么事 他无意在炫耀 他就是好好说那件事 被大家发现了 其实你这个穿的衣服 明白了 特别是还要用有技巧的方法来 那你 那也不能这么说 你像刚才我举的中南山的例子 那就是 它是一种羞辞 就是指的你 就是 有意无意的 用一种优怨的语气 流露自己的优越感 那就是说还是赞同他的 觉得他好的 对 有的时候 凡尔赛引起的 我认为到不一见得是仇恨 现在这个词啊 充分使用以后 它不一定是仇恨 也是朋友聊天的一个乐趣 你看 有时候你又 你又嘚瑟了 你忍不住有点小嘚瑟 跟嘚瑟有点像 有技巧的嘚瑟 嘚瑟这个词也很难 这是北京的方言吧 上海话没有这个说法 还是东北方言呢 这个意思 你上海话没有这么 西哥哥 是不是有点 我们俩有点反耳朵 好像我们达成了 某种构式 那你在想 什么样的人 需要流露优越感 其实你想到没有 他要 咱要正经的来说 他要是用一种优怨的 或者说是 希望能够不着痕迹的 那至少说明呢 他还有点害羞 比直接的说 我会有钱吗 对吧 优怨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你所谓 美而不自知更美 那他就是优越了 而还抱怨 对吧 就杀伤力更大 小心 你会有这种 跟别人相比的失落感吗 我应该少 就是也不可能说 完全不会 就会 你会跟别的纪录片的大师 或者说是团队 记录片圈倒是不多 但是呢可能 这也是凡尔赛 这一种话说出来 我他不敢 这一种话说出来 有一个东北凡尔赛 就是说 先说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哎呀 得谁打谁 谁他都不服 说那你还跟他是朋友 跟我他不看 要绕一下 高级一点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在同行 是这儿 我很少有这种比 但是我的感受 往往跟大家不一样 你比方说 说财务自由这件事情 是不工作了以后 能很平安地 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 我不工作以后 我想 我真的 我不是凡尔赛 最好凡尔赛 我认同你的关系 这是假作真实 真意假的凡尔赛 他说的是真话 他说的是 我相信他是真话 但是其实效果就是 就是公主带给他 如此大的乐趣 人心钱都抵不过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退休啊 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呀 很多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退休是一个坎 但是你拍片 就可以一直拍呀 哎呦 身体也够好 我认识的很多的前辈 都是 你比如说 大外奈宝 大外奈宝 我说 对 大外奈宝 大外奈宝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 就是地球卖动的制片人 叫 内奈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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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入 BBC的时候 就是 第一课就是 呃 大外奈宝 大外奈宝 跟他说的 他 你们到了 BBC的地球部 你们将面对着 这个美丽的地球 这个 未来 是你们的 就是我很快 就要退休了 那刚存 去年就退休了 还在拍片 这个 我觉得 嗯 我 我一方面 我很崇敬 这些前辈 能够 让自己的生命 延续到 这么晚 同时 我 从自己内心说 我特别渴望 别人需要我的 那种感受 如果 没有人再需要我了 没有人再需要我的想法 没有人再需要 我的创造力 我觉得 这真是一件 挺可悲的事 这么说 还反而散吗 这是很真诚的反而散 好吧 好 我听出了 童年的不幸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点 以别人的 对自己的需要感 是的 就 有人需要我 嗯 就你的 你的人生价值呢 对吧 我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人生价值 这个几乎是所有读书人 或者说专业人士 共同的一个愿望 就是 我的东西还有用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用 那个这个是一个 生命的 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 不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 也不是说是最大乐趣 工作充满了痛苦 就是 当你没有他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的更难 但是就刚才 徐老师讲的这个 我觉得倒也真说明 就是说你看啊 咱们每个人都毫不羞耻 在说着 就是说 钱很重要 我们的好像挣钱 是大家共同认同的 一个价值观 可是实际上 连这个都不一定 您也未必 最重视的是钱 尤其是在 现在咱国家都 富裕了 对吧 这个这个 吃饱穿暖都没有问题了 还是说 让别人尊重 甚而至于 让别人羡慕 这个 就是人的幸福 最终还是来自于主观 对吧 当然大家没有人否认 钱的重要性 可是我真的现在觉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很多凡尔赛的人 他还真的不是物质性的 他要精神上的这个满足啊 他是不是比如说 可能是很少得到别人尊重 或者说很渴望 得到别人尊重 很希望得到别人肯定 是不是过去 比如说像 有种孩子 父母亲 动不动 你看人家谁谁谁 你看人家谁谁 就你 我发现真有这个父母亲 就我们这个岁数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就 就贬低 贬低孩子 你为什么贬低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真是够 我都不敢说 激发他的这个 他是奋斗的成龙吧 我觉得不要说别人 我们其实在 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逃不开什么呢 最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就是被看见 被关怀 都逃不开 说的在六十强跟走 在什么淡泊名利 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是想被看见 被别人 为什么凡尔赛带着忧怨呢 我还希望你们关怀我一下 就别人投射过来一些 这样的目光 真正不成功的人 说溜着墙根走 这个不叫凡尔赛 已经很成功了 再说溜着墙根走 这就是凡尔赛 说谁呢 真的 你要这么说 我想起 我从来不选富 当然因为我也没有富 可就是 这话说的晚了 节奏有点晚了 但是我唯一一次炫富 是在今天早上 我接着来录像 跟我爸 我把他接来 跟我一起住 因为什么 他们那一代人的 这个消费观念 吃的那个东西 都是剩的 每天就是 跟你父亲 你肯定有共鸣 这糖尿病 你知道到一检查 极度营养不良 极度营养 就是我就说 你自己生活 你就把自己给苛扣成 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因为我也 事多呀 也不想让他做饭嘛 也不就是叫外卖嘛 那么叫外卖呢 一般就是几十块钱吧 我平常也这么吃啊 昨天来这录像 你知道吗 因为每次那个外卖来了 我都把外边 那个价格单撕了 昨天不是我在这录像 我只能说 让他自己拿 他自己拿 七十六块钱 算贵嘛 我给他要个鳗鱼饭 因为医生说 这个多吃鱼 是吧 他说 七十六块钱啊 这是我一个星期的 这个生活费啊 他问他 我要回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就不知道 回去怎么对付他呢 他要回去 他不肯跟我在这 就住了 他说我在你这 吃了一个月了 你每天就是给我 这个钱 这个这个 咱们这么吃饭 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来 急着来录像 我也不知道 我着急啊 我怎么办呢 他要走 你知道吧 我就开始 我就急了 我这人停透 我说 你这个这点饭 这个几十块钱 这个饭 我告诉你 我拿几瓶酒 我说你看这红酒 其实是我在我们楼下超市 299块钱两瓶 你知道吗 我说这5000块钱一瓶 我天天都喝 你知道吗 然后我墙上挂的那个送话 我说你这话多少钱吗 我上亿 当然真的是上亿 我那个是高仿嘛 那个印刷 印刷 不是上亿 我说你 我真的是上亿 不是真的是上亿 废话 我能有吗 哎呀 我就是 这是凡尔赛到了一定的很高的景点 我说你这 谐音啊 我说这几十块钱 这点饭钱 对你来说 这个就是个事 你知道吗 最后我一不留神就蹦出一句 我平生最讨厌的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 我说有钱人的生活你没法想象 然后你怕说才给我定78的 我回来到这 我就在想 我说我怎么把这句话跟他说出来 我就是为了告诉他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 你知道这真的就是 我父亲的退休金 他也不是没有钱 但是你知道 生活方式 他就是生活方式 他就是把自己可以 要苛扣成 哎呦 你这不是凡尔赛 你是罗浮工 所以我就说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词语的力量 我觉得真的是要警惕 就好多词啊 他反过来 加剧焦虑 他需要这么一个词吗 好像是有一个原理 叫什么奥卡姆剃刀原理 对不对 就宇宙喜欢简单 能用一个公式说明的 就不需要两个公式 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就不需要两句话 但是你觉不觉得 现在的有些词 有些新产生的词是好的 是可以流传久远的 是很好 但是也有些词 你就看吧 本来有这个意思啊 对吧 那但是 你在叠上一个意思 而且它在被流行之后 反过来 人呢 受这个语言暗示 话语 就有些时候 我得特别警惕 我这个行业 包括互联网 它在制造词语 而这个词语呢 会引导 会加重 有没有内卷 或许有 但是呢 当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之后 你就越来越多的 哎呀我内卷 我内卷 我内卷 然后它会影响你的选择 比如说有没有人躺平啊 总有一些人躺平 我还见过更多的年轻人在奋斗 没躺平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流风一来啊 它会让你晃范 在北京话讲 你原本是什么范 所以我说真的还是 这人呢 真是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你真是有勇气的灵魂 你真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凭什么被这些网络热词 引导啊 你凭什么要议论他们呢 你自己有你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要拍纪录片 我就拍纪录片 对吧 八风都吹不动 你就那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 太容易受这些词语的诱导 我最近就被人家叫去说 跟一些就是青年朋友们 你有什么建议啊聊聊 我就说我对青年人 没有任何建议 我都有点跟不上 我说但是 我说我可能说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 我就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就是那些大词 跟你们没有关系 就那些很 那什么焦虑啊 内卷 我说焦虑对我来说 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具体 你说你以为一件事情焦虑 比如说一个人说 哎呀我很担心 我就我很焦虑 我父母对我的 什么教育 或者说对我的前途的考量 那我说那你说个具体的 你说教育让你很焦虑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呢 你说的是你考大学 好 那你考哪个大学呢 你考哪个专业呢 你要考这个专业 那么你需要为他做出什么呢 你怎么准备你自己呢 哪几个学校 你去研究这个事吧 你一说到具体 其实你就不会很焦虑 一说到具体 你就知道方法路径 行不行 那那个焦虑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情绪 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入到 焦虑就是说不清楚的 各种各样的 就说不清楚那些具体的问题 你就是要 会找到不安 对 这才叫焦虑 你说具体的路径怎么走 你脚踩到那个具体的路径上 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焦虑 这些网络流行的热词 你一篇文章当中有它 就意味着点击量的增加 流量的增加 所有的 于是大家都开始都在点这些热词 你看那些标题 于是就变成 哎呦 这个就真变成一个仿佛是 大家关心的话题 于是呢 我怎么可以不关注呢 于是呢 在我的手机里 我看到有这个话题的文章 我就要看一看 陈小青说内卷 许子东说躺平 我看一看 大数据的那头 可能有上千个工程师 我不知道是人工智能还是人 他收集了你的这个点击习惯之后 他会给你推送更多的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 这个反复逐集 这个叫广播喇叭 那种叫什么反馈 这个正反馈 这就叫带节奏 这就变成无比之大 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到了 我影响到我看节目资料的这个程度了 你比如说今天就本来录像 我都看不完了 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手机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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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后来我想想 我说我今天一看都是低俗的内容 也不见得 都是说起来都是热门话题 可是最后我知道 我看了大约一万还是几万字 不外乎就是什么 反尔赛 内卷 躺平 这些个关键词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值得我们 就此语的小浪花汇聚成了海啸 而且这个海啸 你个人的力量 你要当心 但是呢我们现在对数据的态度 它是一个我们的辅助系统 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要 就A to B的这个过程 那数据是来帮助我们的 而不是数据来阻挠你 它还是先有 A to C的 先有产品 然后再制定销售策略 不让它控制自己 不让它定制 重要的是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对 这个多样化 是让我们保持独立清醒的 很重要的一个生物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性 对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结论 当然也包括保护我们 海天365高鲜酱油 先出高品质 谢谢